我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如何切拿布爾披薩食用的起司 我們選用的是蘭花莫薩莉拉 蘭花莫薩莉拉在拿布爾當地是被廣泛使用的一個大品牌 蘭花它本身的奶香比較足夠 然後各位在使用蘭花的時候可以放心一件事就是說 蘭花它這個廠商是蠻貼心的 大家知道它要賣到亞洲來的時候 其實起司量裡面的鹽分是有往下修的 所以它並不會像你在一帶吃到的時候鹹度那麼高 所以大家可以放鬆地去使用它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如何切 進拿布爾披薩裡面比較忌諱就是說 我們起司不要切太厚 因為我們搖烤的時間不是90秒嗎 如果切太厚的話它容易沒有熟 然後一坨一坨的 大家可以看到 起司拿出來是會這樣一整條 那我會把它分成四等份 好 分成四等份之後啊 再分成六小片 五到六小片沒有一定 然後我們再來直接把它切成薄片 好 然後我們再來直接把它切成薄片 大家可以看到切出來的薄度 這應該頂多0.1到0.2公分薄 對 因為這樣子啊 因為你要想我們披薩是搖桃就是沒有 如果我們切太厚 切一大塊的話容易就是一坨一坨 然後中心可能沒有熟 然後口感上也會比較不好 那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 製作拿玻璃Pizza10 我們所使用的番茄 那我們選用的是 翹 番茄醬 番茄醬 然後 如果拿玻璃Pizza的時候會分量 一種就像這種 長形番茄 它裡面是完整的整顆的長形番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是碎栗番茄 它是圓番茄 然後切成碎栗狀 然後這種 為什麼要選用這種番茄醬 因為其實製作拿玻璃Pizza的規章裡面 是有規定說 我們要去用不加任何生長技術的番茄醬 那翹番茄它一年 它只在拿玻璃有採收 然後它是到現在 流傳百年下來 它還是由人工去採收 對 他們都喜歡請一些當地一些拿玻璃媽媽 去挑番茄用手去摸 就算是前面是用機器跟 從外線去感應番茄的好怪 但是到最後一關 還是選用人工 可是因為他們覺得 女生的時候都比較細緻 硬摸就可以知道番茄的好怪 所以像這種天然番茄醬 有時候奶會比較酸 有時候奶會比較甜 都是正常現象 因為都沒有添加任何的一些 化學的一些香料 好 現在打開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整顆的藏心番茄 整顆的藏心番茄 然後大家看到 天然的海煙 然後很多店家在製作拿玻璃Pizzas 他們喜歡在 番茄醬子裡面加糖 或者加一些香料 但其實在拿玻璃當地只有鹽巴 最多師傅也會加一些 新鮮酥味也下去 讓它香氣梗不夠而已 不能加胡椒 不能加糖 好 那我們就把番茄拿出來 老師會這樣把番茄肉剝開 然後把中間 一些硬硬的梗挑掉 這個不要 因為這個在醬汁裡面的時候 製作Pizzas它的口感會不好 然後 在拿玻璃當地啊 老師會用手 把番茄掐碎 然後被醃巴混合 用手去抓 番茄抓碎 那我們現在準備為大家示範正統的 拿玻璃Pizzas 最傳統的兩個口味 一個是 馬里拿拉水手Pizzas 它是拿玻璃的第一顆Pizzas 那 等一下我會再示範 瑪格莉特 這兩個經典 首先我先為大家示範馬里拿拉 馬里拿拉它沒有起司 所以我們的番茄醬會比較多 它的元素就是 新鮮的番茄醬 然後 奧樂缸 最重要的是蒜頭 新鮮的大蒜 然後切成薄 對 然後均勻的灑在番茄壽司上 最傳統的馬里拿拉 它是沒有蘿樂液 那經過後面的演化跟改變之後 後面的人也蠻喜歡蘿樂在上面的香氣 但是記得最傳統的是連蘿樂液都沒有 不是只有奧樂缸 蒜頭跟橄欖油 好吃 那我們就做最傳統的 不加蘿樂液 然後這個重點就是注意到說 因為它沒有起司保護它 所以連橄欖油都要多一點 烤出來一定要橄欖油跟番茄醬子 呈現一個沸騰的狀況 然後香氣才會出來